阿们 耶和上帝祝福他的话语 我们相信 丽维记这里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当你听了这段经文 你也读了这段经文之后 你的感觉如何 有没有感觉 好像这段经文 好像一些段落的经文 好像很熟悉 有没有人 觉得非常熟悉 好像有 好像不久前有读过 好像有一点印象 有没有 如果你有的 你在留言区打上三号 就好像 好像觉得有读过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八章的第一节 有没有 我们这里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投影这边 他讲什么呢 他说 耶和华小义摩西 你将亚伦和他的儿子一同带来 并将身衣膏油 以赎罪记的一只公羊 两只公羊羊 一框无效饼都带来 又召集会众到会幕门口 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乐 于是会众就聚集在会幕的门口 有吗 大家有感觉好像很熟悉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段经文到底在哪里出现呢 哦 原来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 有出现过啊 那我们看一下呢 第二十九章出埃及记第一节 尼斯亚伦和他的儿子陈胜 给我公祭的这个职份呢 要如此行 起了一只公牛犊 公牛犊就是公羊 公牛 然后呢 两只无产菌的公绵羊 然后呢 你看下去 都 几乎呢 都百分之六十 很像 然后呢 我们再看另外一段 这个立位记的第八章 你看他说 你牵来了 赎罪记的公牛来 亚伦和他的儿子 按守在赎罪记的公牛上 然后又宰了公牛 十六节又说 又取得 这个 沾上所有的紫油和干上的网汁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像我在出埃及的时候 我曾经有讲过这段经文 对吗 那么你会不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呢 出埃及记讲过了 为什么呢 立位记又讲了 听该公公要公 就是讲过了又讲了 那么呢 好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有什么同样地方 你看这边 出埃及记二十九章 第十节 你要把公牛牵到 会目前亚伦的儿子 并按守在公牛头上 跟第十四节 立位记八章十四节 是一样的 有没有 然后呢 十三节说 你要把一切的 盖章的紫油和干上的网汁 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紫油 都烧在坛上 然后只是公牛的皮肉粪 都要用火烧在营外 有没有 所以你看 第十六节 立位记 第十八章 又请的干上所有的紫油和干上的网汁 并两个腰子和腰子的紫油 都要烧在坛上 我有公牛 连皮 带肉 并粪 用火烧在营外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好像出现过 那么可能你就会问个问题 为什么出埃及记二十九章 讲了 立位记在讲 那么 为什么这样 可能你就有个question 为什么 讲了 又讲 你注意我圈起来的红色的字 立位记第八章是讲 他签了 就宰了 又取了 他奉 或者是就宰 他又拔 就拔 就宰 就是说 有没有看到这里的 他的用词 他的用词 就是好像在 叙述一些的事情 做了这个 我又去 我又看 我又吃 我又拿 然后他宰了 各方面 但是呢 你来到出埃及记二十九章 虽然这个内容 有百分之八十 是很相似的 但是他用的词不一样 他说你要 你要拔 你要去 你要做 你要宰 你要降 你要窃 你要签 对吧 所以用词方面 大家有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那 二十九章出埃及记 好像是在 吩咐摩西做事情 OK 摩西 你要宰这个牛 摩西 你要签来 摩西 你要怎么样 怎么样 但是呢 立位记第八章是讲 你 你去签 然后他又拿了 他又奉 他又宰 所以这个好像在讲故事一样 讲了一件又一件 一件又一件 好 所以呢 我们看到他有一些的不同 所以这里讲了 出埃及记二十九章跟立位记的平行比较的时候 这两者 你鼻子的平行比较 你会发现呢 出埃及记是一个命令 A command Command Moses To follow the rules 然后立位记第八章呢 是一个过去式的行动 OK And past action 它是一个过去的行动 所以呢 很肯定的 立位记第八章 第一节到第十三节 或者其他的经文段落 都是一种连续性的析数 就是一直讲一直讲 一直在叙述一些事情 叙述一些事情 然后呢 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 是一个完成式的动词 已经完成了 一个pass action pass active的 它就一直讲 所以呢 因此呢 进一步合理的 假设这两个端诺 有意的连接起来 一个作为命令 一个作为动作 所以我们看到呢 出埃及记是命令 然后呢 立位记是一个动作来的 所以呢 我们刚才放了这张图 大家就了解 所以读圣经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们看到 同一个段落 另外一个段落 你把两个来对照 然后你找出那个关键字 那你就会发现 虽然你不会原文 但是从中文的翻译 或者英文的版本 你都会看到 一个是细数 narrative 一个是细数 narrative format 一个是动词 一个是动词 所以呢 我们看到 第八章 原来 立位记 是一个手册 a handbook a handbook 这是说呢 告诉以色列人 你们线五级的时候 要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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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要做了这个 又做这个 做这个 是一个的手册来的 出埃及记呢 是当时摩西记录 神怎么样命令他 然后他一五一十的记录下来 所以弟兄姐妹 从第八章 记事承接 深知的这个过程 我们看到呢 事奉神 有一些先决的条件 some requirement like serving God 然后从亚伦和他儿子 怎么样成为 记事的这个过程 让我们来反省一下 当今的牧者 当今的传道人同工 弟兄姐妹 我们应当如何 当一位新业的记事 因为大家都是 均尊的记事 弟兄姐妹 彼得有说过的 所以呢 当我们是记事 那么我们就像亚伦一样 所以像座神 我们是代表教会 代表信徒 也代表这个世界 还没有信主人 但是呢 面对人 我们面对人 我们是代表神 所以大家了解吗 OK From the other side we represent the church the brethren the saints and the world the unsafe the unjust people The other side we represent God speaking to the people the world and the church 所以呢 我们代表 所以 即使是一个中介 一个的中宝 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好 那我们了解 我们做出这个的 整个概念了 我们就可以进入第八章 好 我们先来看 第一节到第五节 他说 耶和华小于摩西 就是神吩咐摩西 怎么样呢 你要把亚伦 跟他的儿子一同带来 然后注意这里 他给他降生衣高油 暑醉剂 一只公牛 两只公绵羊 一筐的无销饼都带来 然后呢 神要开始要恩高 这个亚伦跟他儿子 所以神吩咐摩西 召集亚伦来 而且还召集全会众 然后第三节说 又召集会众到会幕门口 那为什么要召集全部的会众 弟兄姐妹 一个的牧师 当他任职的时候 When the pastor officiate 他的position的时候 为什么要召集整个教会来 敲锣打鼓 吹号叫每一个人来 因为非常重要 一个圣子 一个人能够被护照 被拣选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他是呼召 受拣选来带领大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就是属灵的领袖 那么属灵的领袖 认知的时候 是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 要知道谁是属灵领袖 那么你们才懂 以后谁要来带领你们 指引你们 如果你连你的牧者都不晓得 有些弟兄姐妹去到教会 你的教会有多少个牧者 叫什么名 可能你根本都不知道 当然可能有些教会比较大 可能几千人 那没有办法 但是你至少知道 教会的主任牧师是谁 还是怎么样 可能没有办法知道全部 但是至少一两位牧养你的 你都该知道吧 对呀 我们不能够呢 就是blah blah 什么东西不知道 那就不行 所以我们看到呢 守圣子 是神亲自的召集的 然后神要全部的 以色列的所有的人参与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看见 亚伦的家 怎么样接受这个圣子跟圣礼 所以像我们教会领袖 我们都 如果有一些领袖 他们要认子 认委员 认同工 我们都会为他们祷告 只要他们是真实的同工了 我们就为他们祷告 所以呢 我们在信业当中成为祭司 我改一下这个 我们在信业里面 我们都是祭司来的 对吗 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 所以呢 可见我们要看重祭司的职份 如果今天神拣选 你成为一个组长 一个某某部门的领袖 你一定要看重 因为神特别简显你看重你 所以呢 你自己也要看重 好 那我们来到第六节 到十三节 祭司受高成圣来服事 我们把教典放在第十二节 他说 又把高尤倒在亚伦的头上 高他 使他成圣 那 所以为什么要把高尤倒在他的头上 使他成圣 那首先 他是倒在亚伦的头上 亚伦是谁 亚伦是大祭司 今天 谁是祭司 你跟我是祭司 那么呢 把高尤倒在他的头上 头是什么 头是你的身体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你的思想 意念 Your thought Your mind 就是你整个的思考的机关 思考的中心点 倒在你头上 然后使你成圣 使你成圣 就是 崇敬以后 你的生命就是分别为生 给神 所以我们身为信业的祭司 我们需要 圣灵来充满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依恋 高尤是一表 圣灵 圣灵 所以我们服侍神的人 很重要的 我们 我们看第六节的时候 墨西要带亚伦和他的儿子来 用水洗了他们 还没有穿上衣服的时候 用水 就穿上衣服 穿上圣衣 就是去服侍神的 所以呢 我们就看见说 祭司 穿的这个圣衣 当然是一个荣耀的圣衣 今天我们可以去服侍神 我们穿上一个 看不见 属灵的圣衣 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净我们 让我们穿上赞美衣 穿上公衣袍 有没有 信业就常常就讲 穿上赞美衣 代替 幼上 然后呢 我们看到说 祭司穿荣耀的圣衣 还没有受职之前 还没有摩西为他抹油 恩高他之前 先要用水洗净 水是意表什么 以福所述说 水是神的道 就是神的话语 那一个服侍神的人 你必须要有神的话语 来接近你的思想 你想想一下 如果一个组长 他的思想 整天是色情的 黄色的 last food talk 那他怎么样教导 弟兄姐妹要圣洁 他自己都不圣洁 他自己想东西都乱七八糟 他怎么样来带领你呢 一个带领金拜 如果他整天 看黄色的 这些A片 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想他到台上的时候 他可以跟你讲 你们要圣洁 你们要敬拜神 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 他口讲而已 但是他心没有对称 所以他带出来的那个灵 他就是暗藏污秽的灵 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语 来先洁净我们 洁净我们的 那我们同时 我们自己也要谨慎 自洁 所以这个事情完全处理好之后 那我们穿上圣衣 带着一个公衣袍 赞美衣来服侍神 那我们才有效的做见证 跟服侍神 对吗 弟兄姐妹 所以第七节是要穿上内袍 穿上腰带 穿上外袍 所以我们看到 在《出埃及记》第28章 有提到 祭祀的内袍 还有这些 以复德 还有这些 以复德上面 还有12个的宝石 这些都是很多颜色 很漂亮 因为这些是蓝宝石 红玛瑙 这些很漂亮的 Jewelry 这些很漂亮的Safari 这些等等 那么这些都是 预表显出神的荣耀 当然它也代表12支拍 所以这些冰分的 几多的颜色 再加上 那个蓝色的垫来做 祭祀的这个制服的时候 祭祀一穿上 这个内外袍的时候 就是告诉人 你看 这些颜色是 预表属神的 属天的 所以弟兄姐妹 虽然我们是 信念的祭祀 我们没有穿上 外面给人家看到的衣袍 但是诗篇 大卫常常讲的 我们要有 敬拜 为装饰 Clock up the garment of praise 有没有 圣经有着 He wear the garment of praise The cloth of righteousness 就是这个人要穿上 公衣袍 赞美衣 这些东西是什么 就是属天的 所以他的与父的胸牌 或者他戴上了 这个冠冕 他有戴上一个 一个冠冕 那边有写说 归耶和华为圣 所以这是告诉服侍的人 你要知道 你这个人是 归耶和华为圣的 你是受告的 所以在现场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在台上服侍 你有做造的各方面 你要知道 You must know When you serve God You hold that position You are ordained by God You are annoyed by God with the oil So you must be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You must have the thought of Heavenly thought 所以你必须要有 属天属灵的思想 所以服侍的人必须明白 你们是受神高分别为圣 所以对神的服侍 不可以轻慢 Can not take it for granted 所以高有也是代表 圣灵的能力 降临在服侍神人的身上 所以当我们领受一个 所以当一个牧师 他受职的时候 他有可能更高的监督 还是主人牧师为他按手 葛摩摇有的时候就表示 所以可能一些年轻的传道人 他们不晓得 为什么要在公众面前 服侍就服侍 服侍是服侍 但是这些仪式是很有意义的 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一般的 可能一般的灵恩的教会 或者是一般的更新之后的教会 我们可能很少仪式 但是不要忘记福音派的教会 无论是长老会 委里公会 这些仪式都很重要 其实我非常尊重仪式 如果我们这些仪式 虽然仪式 在某个程度来说 可能大家说 这些仪式都很多余的 其实都不是多余 当我们很谨慎进行一些仪式 你把整个仪式的过程 告诉弟兄姐妹的时候 这个人有幸福是什么人 这个仪式对他很重要 因为这个仪式 给人家看到 这个是从今天开始 这个人是完全属于神的 当我们为他祷告 抹油 宣告 宣读这个誓言的时候 服事的誓言 我们就是真正被神恩告 所以会众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这个人已经真实的 official 真实的 is already official be ordained be appointed by the leader 就是被恩告的 被卷选的 被委任的 这是官方的方式 所以非常的重要 好我们继续来看 第14到21节 基斯献上服事的记 这里讲了 他牵了死罪记的公牛来 亚伦和他的儿子 安守在死罪记的公牛上 那我们看到这里呢 都是一些献祭的过程 你要怎么样 你要拿他的纸油啊 等等啊 那么这个是 亚伦已经收高成圣之后呢 他要进行献祭 献祭是帮助亚伦好 那弟兄姐妹 牧者可能恩告你 为你祷告 让你成为主长 OK 这个是一个仪式 但是呢 接下来 你的服事 你要亲自的去进行 那变成很重要 所以呢 亚伦也一样 他收高了 他已经有这个位置的 但是他需要去进行 他要执行出他的任务 所以我们看到 这里呢 我就提了两个 就14到17节 的赎罪记 亚伦去进行 这个赎罪记 的时候 蜀罪记我们知道 要宰了这些公牛 宰了这些牲畜之后 他一定会流血 当然我们知道 在新耶 这些血 就是预表 耶稣的血 比方这个羔羊 就好像 耶汉见到耶稣来的时候 在耶丹和的时候 他就说 看啊 神的羔羊 Behold The Lamb of God 他就说 这个是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 神的羔羊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寄生的血呢 他的目的是要使 每一样东西成圣 所以每一个人 当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过去是罪人 但是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公义 自盖着我们 上帝看我们的时候 不再看到我们的罪 他看到耶稣基督的公义 就好像这个 生出的血一样 这个人犯罪 但是呢 当他要求 基督为他 献祭祷告的时候 神看到的 就是这个人的罪 已经得到赦免了 因为有羊 有公牛 这些血 来代替他了 然后他就成圣 所以服侍的人 我们要常常 回到主的宝血的里面 常常祈求神 洁净我们 好使我们不断的洁净 所以弟兄姐妹 一个服侍的人 你的婚姻的状况 有marriage status 不可以随随便便 一下子有这个你了 一下子有那个人了 一下子有这个那个 不行的 我们的生命 必须保持在神的面前 保持圣洁 我们的思想各方面 我们要常常 一当犯错 我们要常 所以每一天 我们来亲近神 非常的重要 然后呢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他付上极大的代价 他毫无保留 献上自己 因为他的摆上 我们才能够 享受这个成果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既圣 全然的献上 就表示 耶稣的全然的献上 就是因为这个动物 这个羔羊 这个牛圈 那个献给神 然后被粉烧在祭坛上 神悦纳了 所以今天耶稣 摆上自己 然后我们的父神悦纳了 今天我们才可以享受 从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 好 凡纪 凡纪是预表人的心愿 献上纪物就是预表 献上自己成为 星象的活计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服侍神的人 我们虽然有时候 我们会软弱 会跌倒 但是呢 我们要再一次的爬起来 要祷告 确保我们不要再犯 同一个样的罪 我们要记得 我们的生命 一定要常常讨 神的喜业 因为我们是神所恩高的 恩高的 所以有时候教会 如果委任主长 没有为他祷告等等 有时候弟兄姐妹家 我又不是 又没有被祷告 又没有被委任 所以我不是正式的 不是这样的 那当然有这个仪式的 他就也不能够说 甚至有些教会 还有给证书 被委任的 你是教会的委员 你是教会的领袖 所以就给你一个的牌 就给你一个的委任状 这样等等 当然有也是很好的 好我们继续看 22节到32节 那这段经文 比较长 我就不读了 那我们就看到 祭司承接圣子的祭 他在操练 我们看到了 莫西当然他 恩高这个 祭司的时候 亚伦的时候 他会磨血 就抹他的耳朵 他的大拇指 等等 这个是一个恩高的过程 所以我们看到 祭司承接这个圣子的时候 他的 莫西要用血 抹他的右耳垂 右手的大拇指 右脚的大拇指 OK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通常 左跟右 右是一个代表 右是一个代表来的 所以他抹他的耳朵 抹他的手 他的脚 耳朵就是听嘛 对不对 手是什么 手是做事情啊 大拇指 这个脚的大拇指 是走路啊 换句话说 一个人服侍神的人 我们做事情 我们去到哪里 做些什么 我们聆听 我们都要记得 我们是被损恩高过的 所以我们听的时候 我们不要听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们走 我们不要走谢骂人的道路 不要走恶人的道路 诗篇常常有讲的 然后我们要聆听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Your movement Whatever you do You are anointed by God You already set apart for God 所以你已经分别为圣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今天可以服侍神 都是神特别恩高 简选我们 然后我们看到 他们献上这个 信箱祭 都是要讨神喜业 所以我们要问 我们的服侍 是否讨神喜业呢 然后这些祭物 后来也有分享 献上了也有分享 给祭司来吃 所以我们的服侍 我们服侍神的时候 神也给我们分享 从服侍中得来的奖赏 对不对 好像你去讲 一些牧者 去其他教会讲到 那个教会有给他奉献 有时候你去帮助一些弟兄姐妹 你去帮不是为了钱 你去帮人 帮物质 去服侍他 帮他收拾他物质 帮他扫地 有一些家族 有些弟兄姐妹 他们会奉献 请你吃一餐 或者给你一个的奉献 爱心奉献 谢谢你姐妹 谢谢你弟兄 你来帮我 那么就小小的心意 就让你来接纳 所以我们看 我们服侍神的时候 虽然我们不是要去 得这些东西 但是有一些人 为了感恩 他也会来奖赏你 他也会祝福你 来感谢你 Appreciate you Reward you Give you a gift To thank you 所以我们也分享到 服侍神的一些的祝福 最后 祭司不沾染世界 33节我们看到这里说 你们七天不可出 灰幕的门 那祭司服侍神的 第一次的时候 他进入这个灰幕里面 他七天守七天不可以出门 就表示 他说等到你们 成节圣旨的日子满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服侍上帝的职份 不是一天就晚 好像你服侍 你做比方说 你的小组是礼拜五 那你是组长 你不是说 礼拜五你才是组长 礼拜六你不是 礼拜一到礼拜四你也不是 礼拜天也不是 都不是 同样你在教会里带四哥 礼拜六晚上 祭会 礼拜天早上 祭会你带四哥 不是说那一天 上面你就是一个带领敬拜 然后从台下下来 你就不是一个敬拜者 错 不是 你是24小时 一年365天 你的一生当中 都是一个敬拜者 如果你是一个牧羊人 你是一个组长 你是一世人 都是一个组长 除非你卸任 但是你在担任制的时候 你不是在那一段时间 服侍神的时候 你才是组长 你要知道 你台上也是 台下也是 上上下下 你的日常生活 你被神高了 你就是被神高 你的生命 你要分别为圣 你要不断的成长 所以你要在会幕里面 亲近神 那么你到会幕外面 所以你要很清楚的 虽然有时候 我们不是在主日 我们在其他地方 我们出去离开了教会 我们生命还是一样的 我们要有见证 我们要活出神的见证 to reflect God goodness We need to have a good testimony Even though We are not serving God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分别为圣 要常常不断的圣洁 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小看 神给你做的事情 哪怕你是做一个 小小的滋味 你认为是小小的滋味 但在神的眼中 神看在眼里 所以弟兄姐妹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